嘿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為大家開 我自己很愛亂買的一個設備 就是迷你電腦 之前我開箱過阿尼爾這種電競掌機 配備玩商業大桌都沒有問題 但是它有個缺點 這麼貴的掌機可能不是每個人買的下手 那如果要買便宜的掌機 其實也有其他的選擇 但是都是一些案板的那種 那其實玩起來也不好玩 而且它也不能玩Windows的一些遊戲 那最近中國有一個廠商叫Abenic 那邊都叫它桌哥 它推出一台 超級便宜的掌機 它有幾個版本 第一階的價格大概就是台幣9000塊左右 那另外一個呢 就比較高階一點 是16GB RAM 1TB的版本 它是賣15000塊 那認真來說我個人是覺得 最後那個版本太貴了 所以我自己是入手中間那個版本 那接下來 就為大家簡單的開箱這台 Abenic Win600 哦!好!OK 它上面其實就簡單的手側 然後 有個蓋子 大家看一下 打開 機械在這裡 OK 還有一個PD的充電器 跟Type-C的充電器 全部的配件只有這樣子而已 非常簡單 好!這台就是周哥的Win600 它的配置呢大家直接看圖表 我這邊就不囉嗦了 那我簡單為大家介紹一下它的整體配置 這個本身的螢幕呢 它解析度是1280x720 往上這邊看呢 它有一個Type-A的連接埠 那也有一個Type-C的連接埠 這兩個都是完整功能的 Type-A呢 它可以拿來插捨身點 那Type-C呢 除了可以外接各種裝置以外 它也可以直接PD供電 那它的整體的配置 就跟一個X-BUS的搖桿 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不管是它的尖鍵啊 還有它的搖桿的配置啊 在它的這個機身側面這裡 則是有電源鍵跟音量鍵 在另外一側啊 則是有搖桿跟鍵索的切換鍵 如果要切到搖桿介面的話 它整個操作的體驗 就好像是你用搖桿來控制這個電腦 那在下方這裡呢 則有一個Windows的呼出按鍵 在功能上面是算蠻完整的 那在上方這裡呢 它有一個風扇 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老實講它的風扇聲音還蠻大聲的 然後會溫溫的 但是不到燙的程度 那下面這邊呢 則是個3.5 個機 因為它的記憶體 只有8GB RAM 跟256GB ROM 如果你買回來是認真要玩的話 你可以後面螺絲拆一拆 把背蓋拆一拆 然後把電池的排線拔掉 把SSD跟記憶體換掉就好了 我已經升級到16GB RAM 2TB的SSD 在操作介面部分呢 Windows版它是物預設搭載Windows的作業系統 而且它內建的Steam 執行的話它會是用Beat Picture的那個模式去運行 那老實講啊 這樣子操作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已經有那個Steam Deck那個感覺了 不過呢這顆處理器啊 也不是什麼高階處理器 但也不是我們老到不行的處理器 它是2020年的處理器 它內建的核顯呢 是RAID等VIGA3 那3DMark Time Spy呢 跑出來分數是343分而已 那9RAID是3382分 非常不適合跑3A大作 但是在Windows模式下 跑的還算順 那如果你不行它螢幕小的話 你還可以配個藍牙鍵盤來工作 甚至還可以外接螢幕 當作一般的小電腦使用 也OK Windows底下 如果是以PC Mark 10的話 它測得的分數啊 是2635分 16GB RAM呢 則是2678分 幾乎沒有什麼差異 那玩遊戲的時候啊 古墓奇兵崛起 整體測起來 它的幀數只有8.65FPS 真的很慢 那16GB的時候 它知道10.72FPS 有一點點小提升 那其他的3A大作 其實我也稍微測試一下 極速地平線啊 測出來啊 最高也只有9FPS 在沒有加記憶體之前 它玩一玩甚至還會破圖 那GTA5啊 原則上是可跑 但是呢 譬如說你開車跑快一點的話 畫面也會出BUG 玩荒野大標課2啊 它根本就進不去 所以說啊 如果用它的原始配備玩 老實說啊 是不是會玩得非常非常痛苦 但是你如果願意花一點錢 更新完之後呢 在Windows介面底下 玩遊戲破土的問題就會解決 但是呢 像荒野大標課就算進得去 畫面也是超級卡 那Cyberpunk 2077也可以進去 但是呢 原則上都卡得像PTT一樣 都不到10幀 快打旋風5也可以玩 但是玩呢 也不到流暢 除非你願意把解釋度調到非常非常低 那玩起來也是有點痛苦 不過啊 它也不是完全都沒有優點 譬如說 你如果在Windows介面底下 它能夠跑Xbox Game Pass 跑一些不那麼吃硬體的一些獨立遊戲啊 或2D遊戲 像我跑登者龜 就還蠻順的 那如果跑一些幾年前的3A大作 或一些優化很好遊戲 還是在可接受的範圍 那續航呢 就依照你的遊戲的選擇不一樣 或者說你選擇畫質 或者說幀數不一樣 它可能就是1小時到2小時左右 也不算長 不過啊 我覺得啊 它最棒的應用 就是遠端連線來玩 Xbox Series S或X 去玩3A大作 在驅網的環境下 它玩的是非常順的哦 也可以拿它連PS5 甚至說你如果外接硬碟啊 去玩那種復古模擬器 的話 大部分的遊戲都很順 除非是你跑一些 3D比較吃吃吃遠的模擬器 不然的話 原則上 我覺得玩模擬器的效果不錯 還有玩一些網路連線的那個 雲遊戲表現得也不錯 還有像 好Steam的那個驅網的連線 玩遊戲也OK 不過啊 讓我決定要把它買回來玩的最大原因 Win600團隊 它有做一個 SteamOS的模改版 而且啊 它還支援雙開 這也是為什麼 我要那麼辛苦的 換成2TB的版本 順著官方有點複雜的教學 大部分都可以成功 那接下來啊 阿達就示範一下 要怎麼去操作跟切換 SteamOS跟Windows 好 現在呢 我們已經改完機器了好 大家看一下 已經裝完機器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進去開機 那因為我現在改了 SteamOS跟Windows 所以呢 它可以做切換 那切換的時候也很簡單 這邊 營養 按下 按住 再按電 那我在想呢 應該原則上 理論上 同樣的事情 在SteamOS 你可以做到 因為它有一樣的開機器 然後這邊就可以切換Windows 好 這邊就跟 一般的Windows 什麼一樣 好 接下來為大家展示一下 開機的時候就按住音量下 按電源 好 給大家簡單看一下它的介面 就像我已經裝了SteamOS 那在這邊呢 它的一些按鈕 像這個就對應了 它的 應該是選單鍵吧 好 大致上的 也不是說每個功能都有啊 像這個選單鍵就重複了 剩下我也不知道 它現在是對應什麼 如果沒有SteamDance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邊 它的介面就跟 正牌的SteamDance長一樣 進去玩遊戲 然後也可以直接通過這個選單 然後進到商店 去買遊戲 去買遊戲 這些都是有的 它也會依照 適不適合SteamDance去做分類 像這個旁邊有 它有個綠色打鍋 代表說它是適合的 另外呢 它可以直接看我們手上圖的東西 它整個介面的那個呈現 就是跟Windows版的那種 BigPitch的那種模式 其實還是不太一樣 另外SteamDance它其實也是可以自己新增 譬如說你外面下載的遊戲 那網路上其他都有 我就不講 那比較好玩的是這個 這點了之後 我們這邊就可以去顯示說 要不要讓它顯示證數 不過 我現在這一台呢 比較妙是它的GPU 永遠都是0%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任意的Bug 因為畢竟它不是個正牌的 那個SteamDance 那接下來我們就測試幾個遊戲 好玩玩看 二張 lac點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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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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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爐爐 好 這樣就留在這裡 笑不好抓 但是 快快快 加油 它的介面跟使用 幾乎跟Steam Deck一模一樣 不過還是有些問題 譬如說我在測試的時候 它是不能線上更新的 但有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就是 我每次如果關機重開 感覺它好像又有在安裝更新檔 但是更新完了 我也看不出有什麼差異 用Steam OS 跑遊戲 並不會比Windows流暢 但是它可以直接啟動 FSR的加速功能 這是Steam Deck有的功能 不過因為大部分的遊戲 都沒辦法調到解析度720p以下 我覺得是它硬體的問題 因為沒辦法調到720p以下 所以FSR只在部分的遊戲有作用 好像必須要調到 比原始解析度還低 那FSR才會啟動 而且我自己實測 像有一些老Gamer 跑FSR之後畫面比較好 而且比較順 但是老實說就是 怪怪的 所以對我來說就塗個熱 那還有就是 Steam OS 的桌面模式 那些都是可以用的 整體來說 這台機器就是藏鮮 Steam Deck拿到手中玩什麼 的一個試玩 它如果要當作遊戲掌機的話 它的硬體規格 真的不是很夠力 玩玩獨立遊戲 跟多年前的遊戲 我是覺得可以接受 反而我覺得 拿來串流玩電視遊樂器 或者像串流自己家裡的Steam 來玩Game 表現就相當好 總比最近 羅技要推出那台 不知道要幹嘛的 Enjoy掌機 強得多了 主要是它價格也不貴 我是覺得 做Steam OS 的練功 來使用 那也可以拿來當作 小筆電來玩 但是如果你認真要買遊戲的話 我個人還是建議 大家去買Ironia 或是用Steam Deck吧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在底下也會有放連結 大家可以自己去買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然後再買一張 我來打開啟的 都是下賓 他的綺子 就像抵抵抗 我也要一張 他的綺子 都給了 不停 今次何會言 好